欢迎回来 这次既是杰斯达大胜利 又是我们颜色未知论的胜利 真的让我非常的安慰 总体来说貌似 其实Yuna在这个比赛之前 我们相对来说 是比较认她为 参赛的四位韩国选手当中 实力最强的一位选手 因为她在那个 战网上面的排名相对比较的靠前 而且是受到了我们简单 简单大大的强烈的推荐 她也是这个 虽然长得很萌啊 但是实力却是非常的凶残 但是貌似在我们杰斯达大叔面前 现在杰斯达都成大叔了 在杰斯达大叔面前 竟然是如此的相对来说 总的来说 除了前面的一开始的双变音的一波反扑 双方打成了一个互相的一个主场作战 两个盔甲电池 应该说那时候操作应该是非常的精彩的 不过总体的局势 还是被我们这个杰斯达给慢慢把握住了 非常的可惜啊 对于Yuna来说 因为韩国选手现在战绩是不太的理想 不知道这些话被前两天来到 咱们中国的Stalker啊张飞啊 这些人听到之后 是否有兴趣可以直接在中国参加我们的中韩对抗赛了 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打线下赛了 好这样的话 还是我们杰斯达2比0 我们的比赛是BO5 还有一局对于杰斯达说拿到赛点了 所以你的蛋糕店的这个客服人员请随时准备啊 时间由于比较快 我们来念几个帖子吧 121楼的观众 是阿飞 是阿飞哥啊 他说龙哥下次什么时候可以再合影啊 聊天啊 目前可能会在圣诞前一个周末 圣诞前一个圣诞节是几号 12月25号吗 但我们活不到那天吧 玛雅人说我们只能活到12月21号吧 对啊 所以我昨天在微博上也是发了一个微博 atlish a friend 这时间末日快到了 是不是12月的工资先发了一下 这真的 咱们打个商量 122楼的观众说 那年的月色 难道又是杰斯大怪手术玩乐3比0韩国小朋友 然后又招了一个比这个杰亚T格尔更强的选手来中国报仇雪恨 这您说的没错 因为中韩对抗赛在上面确实韩国的 这个斯密大门输得有点惨 所以突然之间就涌现了像这个杰亚T格尔这样的 民间高手就出来了 还有观众说 有点卡是吧 我不知道大家是这个PPS卡还是这个非P2P这个频道卡 大家可以在论坛上发主题帖告诉我们 或者做个投票 因为有的观众能正常看 有的观众不能正常看 我们也想调研一下 因为论坛上确实有不少观众说PPS卡 PPS都会卡 这有点夸张了 龙哥蛋糕在路上了 你等着 上次吃了一个礼拜的蛋糕 真的 你还让我再吃一个礼拜的蛋糕 因为不吃又浪费 毕竟是同学们的一片心意 不吃时代浪费 只能问一下 还有我们其他 然后又舍不得给别人吃 因为大家知道我人比较小气 给我的东西你要让我送给别人吃 有位大师 126的观众 是唐朝向前 这位大师说 骚龙加油 还有观众说 直播把上方的对阵比分的那个去掉 遮住自愿栏了 高端 你看这样的观众 我们就比较欢迎 给我们这个打播主提出了修改意见 也感谢这位同学 我们下次应该会做一下调整 可以把这个自愿栏给弄出来 还有观众说 龙哥好久没发帖了 发帖支持你一下 辛苦了 看到你直播那么多年 从之前你与大熊的解说 一直到你去解说新之后就没看你了 这什么话 是我还是我 没有变 游戏也没有变 皮尔也没有变 变得是这个时代 还有观众说 两周没看到这个节目了吧 好 那我们就是多看一眼 试一眼 真实我们眼前的青春 好 我们看一下软弱选手 这个OB说什么 Next week等于Who vs Who 让我来了解一下 这个是什么英语 Next week下周等于Who vs Who 下周谁打谁 是Zelote对战魂吗 应该是的 因为A组今天是我们会全部打完 那么接下去就是要进行B组的一个对抗了 四位选手将进行这个双败赛制 然后小组前二名可以进到四强 到了四强之后就是真正正正最残酷的淘汰赛了 然后一路淘汰最后决出我们中韩对抗赛的冠军 好貌似杰斯达已经在主题当中了 不过那个哥们 Yuna说要休息一下 今天对于肯定是看战报去了 休息是这样 这个学习怎么针对杰斯达 倒是真的 不过两场比赛杰斯达都用了两场不同的战术 所以你真的要去揣摩第三局会用什么战术的话 应该不太会 不过可以 有此可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杰斯达其实对于PVP中期的时候 是比较喜欢用金甲虫这个单位的 而且今天操作下来的效果也是相当的不错 130楼的观众也说怎么好卡你们卡吗 反正我这边看欧比是不卡 不知道你卡不卡 哎呦哎呦 131楼 同学们 小气卡卡 这位玩家小气卡卡 大家可以看一下 131楼的签名图 不是看签名图 看他的内容 他说大师最近在忙什么 怎么都不解说心智了 大师在忙他自己的事情 你可以at一下大师 问他最近在干嘛 132楼的观众说 奥龙你不知道Skan和里拉特猛得一塌糊涂吗 疯子都是被略的节奏你out了 是你out了吧 在我们中央对方赛上面 Skan和里拉特都已经被我们中国选手给打下去了吧 特别是Skan 到之前跟疯子打过 但是也是被疯子血洗 是吧 当然可能最近不过坏收回来了 因为我们中央对方赛上面 中国选手实在太厉害了 只有雷车第一轮是失利的 其他选手全部都是狂斩对方 然后之后那段时间好像韩国人很咽不下这口气 所以疯狂的练了一段时间 突然之间实际就上出 可以像这样有天赋的选手 一旦给他们一点时间认认真真去备战的话 实力会很开的提升上来 好的 UNA进入了我们比赛主机 刚刚应该是看到两盘战报了 问一下选手是否已经是准备就绪 观众可以登陆我们的论坛 bbs.pr.cn 在直播户中讨论帖当中回帖 我们今天知无不尽 这句话怎么老是说不顺 知无不言也无不尽 是吧 好 那么我们进入第三场比赛吧 瓦琛这3比0怎么办 3比0的话 我们就要打表演赛吧 由我们的导播组对抗我们的水友赛 好 选手已经准备就绪了 加油 哎呦 又是上下点位 欢迎收看 永不熄悉的青春第15期周团对抗战 A组败者组的决赛 看一下颜色位置 很关键哦 蓝色的 UNA首先用了眼亮 并且出生点位在上方 反正黄色是大于绿色的 至于蓝色是否大于紫色 我们就要看今天这场结果了 紫色是来自中国的选手 丁伟 伟哥 NESTA NESTA 现在已经开始招呼这个客服的人 哎 快看你安静 灯色开始过来 已经变蛋糕了 135的观众说 龙哥的颜色位置论终于蒙对了 叫声也是那么的淫荡 明灯龙哥鼎 这你说说罢了 真的 你去看一下历史上 大多数的比赛 特别是我解释过的 同种族对抗 出生点位在上方 首先意义入眼圆 而且颜色相对比较深的一个颜色 它的获胜之力要大很多 这就是90%以上 真的相信我 trust me 你可以不相信你自己 但是一定要相信 PRO China Talk of Look 这场比赛呢 这个天使地利呢 应该是 应该说位置和首先有眼帘 是余奈这边占据优势 但是颜色我们还无法判断啊 如果这场比赛杰斯带获胜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记下来 紫色是大于蓝色的 又想去干坏事了 哎呀 好的 哎呦 我本来以为它是照这个位置 但照到这个位置 也是分住了对方 啊 杰斯带对于任何一张地图 都非常的了解 知道哪些地方是可以卡的 哎呦 完了 你呢 你犯过一次错我就算了 你第二次犯什么呢 之前看到论坛有位观众说 这个水晶最好是 快被打掉的时候 或者快造好的时候把它取消掉 这个呢 主要是看血量 如果你能造完之后 血量还保存很完整的话 可以不取消 其实这个时候可以取消 就把它造下来 这些细节没有做到最完美 因为刚才确实血量其实已经不多了 好 而且最关键这个农民还保存的 还是满血状态 待会还可以趁对方 惹到他走开的时候 再去搞他一下 那我们可以借鉴一下第一局比赛 下一 接下去 杰斯带应该会造下自己的控制核心 也就是B1 也欢迎为了B1造下去了 不过这次确实影响的也没有像第一排那么严重 所以其实科技上面差的并不是太多 经济上也是稍微影响了一点点而已 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但是 妈妈说不要放弃 这边还有机会 农民还有机会 不过对方已经有两个人了 所以哪怕放下这个水晶的话 也比较容易被对方瞬间秒掉 因为配合农民的话直接可以秒掉那个 镜头中的水晶 还可以结束在家里面 控制核心 其实这一点 时间上优势的话 升级农机设想看这边 已经在升级了 所以基本上已经没有科技上优势了 你要说经济吧 也不好说 到底刚才那两个水晶200块钱 是否值 那些农民没有采矿 毕竟是200块钱 本来是科技时间没有拉开 看这场比赛 现在我们不能用第一局的眼光去真实评估了 好 也有观众说 他看直播一点都不卡 谢谢您的反客 就是有个选手 不知道三病 三病之后应该是开耳矿 然后放下自己的VR VR VR 中文名字怎么说 机械台吗 理论上应该叫机械台 好 这边双方出现分歧了 娱娜这边比较 谈科技 先造了VR 卡住 好 这边是没有第一时间先开二矿 而是先造了VR之后 我们有了叮当 再配合正面 三病爆出来的部队 进行前压的火力压制 然后再刺激看有没有智慧开二矿 这边的话是先出个叮当吗 双兵不能出兵 这样的话前线的主力部队 好像有满长一段时间 应该是杰斯带 比对方多 只不过他是客场作战 所以续兵要上面慢一点而已 这边接三兵出兵了 娱娜这边还是两兵 三个龙骑士 四个龙骑士 两个雷老托 他打不过可以跑吧 往上跑 往上跑 晕了 哎呦 刚刚才脱节了一下下 脱节了一下下 没死的 这样的话 应该晕了能打赢吧 只是他刚才部队有点脱节 雷老托和龙骑士没有配合好 这波打亏了呀哥哥 这波打得不爽 对杰斯来说不爽 三兵 要是两兵出来的部队都 这什么东西啊 哦 应该狠着水晶吧 你不会这个罗门自己焊掉了吧 一边开耳矿 一边是准备出金甲虫的 看来杰斯塔这局是不准备开耳矿的 单矿要打死对方吗 但科技没对方快呀 这有点小尴尬 这就有点小尴尬 运出局好了金甲虫 但对方的科技也很快呀 难道杰斯塔要尝到今天的第一次吗 哎两人还真的分格不一样啊 你像杰斯塔的话肯定是必出运输机 带金甲虫 当然他可能是进攻方 可能想法会有点不一样 而对于防守方的余奈来说 是先造两个金甲虫 然后再造一个运输机 5-3饼赶紧补兵吧 云娜 对你来说两矿能够有名开采的话 就甚至失望 这个路口其实还是蛮窄的 特别这个基地放完之后 其实 这边还有水晶 只有这么点 这么点空间 可以让你的东西 部队来站位 这边排成了一次性 解释他 是丝毫没有开耳矿的 哎呀 话音未落 应该没有开耳矿的准备吧 刚才是取消了点东西 想要开耳矿 想要开耳矿了 因为刚才是取消的东西 前瞬间涨了 为什么取消 就是因为他要开耳矿 这 攻不下去啊 我个人觉得攻不进去吧 一个金甲虫 对方是两个 还有个亏甲电池 真的安心吗 这有点靠后了吧 这个位置其实调整起来是满满的 哦 往前推 往前推 还是赶紧缩了回去 调整一下 有运输机吗 这 这干嘛真不招运输机啊 这龙骑士枪 这边点运输机 点运输机 哦 被他点掉了 解释到危险了 运输机被点掉的话就危险了 龙骑士分散一下 好 先把对方金甲虫点掉 好在啊 好在杰斯大 还是省次减用 省出了400块钱 造了个基地 不然的话真的是血本无归了 刚才再400块钱 再换个两三个龙骑士出来 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这样的话 毕竟直接二矿石放下去了 看有没有智慧可以守住一波 三个金甲虫啊 这金甲真的是慢爬流啊 有运输机吗 还不得运输机啊 先造叮当 刚才丁娜被丢翻点掉了 现在人口 运输是74人口 而杰斯大是58人口 59人口 目前看来啊 这颜色位置论不是浪德失明的 首先应用眼帘出现点位在上方的 往往会占据优势 当然我们还不能完全判定 这个颜色是蓝色大于紫色 因为要需要更多的这个战术资料 来做一个详细的统计 反正这个金黄色大于绿色是百分之百肯定的 82人口 这边只有龙是没有金甲虫 哇 这已经爬到黄金马月了 谁给他装个龙 装几个轮子呢 走快的 二矿 看看殡影数量 123 只有三个殡影 123 准备四个殡影 VC 这身上金甲虫真的要上的话就上去了 真的 最好能够杰斯特能把对方的叮当点掉 没有叮当的话 对方就不太敢硬上了 有一个金甲虫 哎呦 这边有运输机 开操作了 先开炮 暈了先开炮 两发 哎呦 运输机有点有点脱节 把他中了一发 如果应该是一击毕命了 应该一击毕命了 运输机根本就不操作运输机去装金甲 杰斯特主力部队损失将近一半 里面有 哎呦 金甲虫也被点掉了 这就麻烦了 这个路口很狭小啊 好 分散出去 点运输机吗 运输机 哎呦 差一炮 好 有没有金甲虫突进了 有时可以看得出啊 真的 运输的金甲虫微操作跟杰斯特比起来还是差很多 只不过这局比赛 杰斯特第一波进攻实在太亏了 自己的二矿经济比对方蛮很多啊 后续没有爆发力 一二三 还是只有三个兵 哦 怎么破 人硬死也要去空头啊 因为守在家里的话 其实 就等死 守在家里就等死 这边现在还开出三矿了 金甲虫呢 得赶紧去空头 但是 金甲虫走了之后 路口就被破了 哦 这边有个叮当啊 难怪 云娜很聪明 知道你要去空头的话 哦呦 妈妈咪啊 GG 还被截杀了 那个叮当已经看清了一切 恭喜云娜 现在翻过来一比了